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男生女生为什么要在一起呢 其实道理很简单 就是为了互相依靠 人类之所以会进步 就是因为人类有个紧密连结的社会 依靠对方 互相帮忙 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 完全没必要说自己不需要依靠他了 通常 在关系良好的情形下 男生女生互相有了依附关系后 会专注在彼此身上 为了双方未来共同目标而努力 也就是家庭和下一代 所以你会发现 有稳定依附关系的人 花比较少的时间打扮 也比较少去夜店 所以你会发现 你的男生朋友以前很爱玩 不过结婚定下来之后 变得欺管言 很难约出来 时间到了就要回家 这位朋友 并不是怕老婆 而是不想破坏这份稳定的依附关系 许多人结了婚之后 会变得不那么迷人 不那么招风引别 这才是正常的生物行为 性交和做爱并不相同 性交单纯是性行为 而做爱是为了加强彼此间的依附关系 性交并不是男女之间互相依附的证明 而是一种情欲的发现 就像生气就想要骂人 而发春就想要性交 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依附证明呢 就是为了对方的人生目标 而牺牲自己的一部分 成就对方与自己 以性交来说 对方会为了保护这份关系 而不去和其他异性性交 即使忍不住想要性交 也会做得天衣无缝 绝对不会让对方发现 一切都以保护这份关系为前提 不过有些人就是不想为对方 牺牲自己的一部分 为什么要牺牲我的权益呢 而不是对方牺牲呢 这样的人想要控制对方 最好对方完全听自己的话最好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心态呢 通常来自于自卑感 比较无法信任对方 害怕被人贬低 害怕被人抛弃 所以反过头来 贬低他人 抛弃他人 有钱人就没有自卑感吗 错了 每个人都有自卑感 举个例子来说 一个有钱人破产 他不会承认自己没钱 仍然会装得自己好像很有钱 想东想西 害怕被拆穿 这就是自卑感作祟 而一个有自信的人 会很坦然地接受自己的自卑感 没钱就承认没钱 不会伪装 没钱就认真工作 不会去想一些有的没的 这样不想为对方牺牲的人 即使双方有了依附关系 但不信任对方 我们称为不安全依附 不安全依附 容易导致关系不稳定 常吵架 最糟的情况 会分手 离婚 我们来说一个故事 当一个花心男 遇到一个又漂亮 又难追的女生 他看到这个女生 有点距离感 独立自主 不会黏人 不会拼命打电话给你 也不会一直问爱不爱他 这个女生 好像跟以前遇到的女生不一样 所以对男生来说 产生很大的吸引力 当男生追到女生后 双方有了亲密关系 慢慢的男生发现 这个女生 跟以前遇到的女生一样 也会拼命的打电话问你在哪里 也会要求你记得每个节日 要求东 要求西 对男生而言 这个女生 变成一个啰嗦的巴婆 原来这个女生 跟其他女生一样 所以就想要逃 这样的人格 在依附关系来说 属于逃避型依附 逃避的意思 表示不喜欢面对问题 遇到问题就躲 举个例子来说 也许女生要求要结婚 男生就以工作很忙拒绝 或是女生要求合拍一张亲密照 传到网路上 男生就说啊 这样子的行为很幼稚 拒绝拍照 态度总是很冷漠 总是会找到理由 不跟你继续亲密的行为 让你怀疑 你们之间啊 到底是不是男女朋友 所以要逃避型的人 牺牲目前的生活 配合对方结婚 是一件难上加难的事情 我们有时会听到 男女朋友在一起很久的时间 突然说没感觉 想分手 或是说感觉像家人 失去当初的激情 这就是逃避型依附的表现 一定是对方想要改变现状 施加压力给逃避型的人 让逃避型的人 做出分手的行为 或是逃避型的人 完全不理会对方所追求的人生目标 导致对方提分手 放弃跟逃避型的人 继续在一起 男生不在乎女生的感受 跟其他女性性交 就是一种逃避的行为 他的行为 女生一定会知道 也许没有直接的证据 但所谓的第六感 一定会发现到男生的疏离 他的行为 好像默默地在告诉女生 我不想跟你结婚 你想用结婚或是做爱 来增进彼此间的亲密关系 对逃避型的人来说 是没有用的 只会让逃避型的人 更加的厌恶你 觉得你很黏人 很烦人 一点都不迷人 跟逃避型的人做爱 逃避型的人 不太会有前戏 也很少会亲吻 或是深情地看着对方 甚至做爱的时候 会想着另外一个人 你很努力地爱对方 以为对方也会同样地爱你 但事实是 对方一点都不在意你 你情何以堪呢 逃避型的人 永远不会觉得 现在的伴侣是最好的 对于逃避型的情人 要如何挽回颓势呢 有个暗黑兵法 就是分手 逃避型的人 在谈下一段恋爱后 常常会发现 前任的好 因为关系疏离了 前任没有天天黏着他 突然就觉得 哇 前任很美好 就想要回头找前任了 回头看这段新闻 九年的感情 大概都是女生在称 男生应该没像一开始那样 那么爱女生了 应该也没有想过要和女生结婚 女生大概也知道男生花心 不过啊 女生想要继续维持这份关系 试图想要改变男生 但始终都没有效果 男生依然我行我素 最后女生看破了 这份关系啊 不会有结果 男生根本不会想要稳定下来 所以就放弃这份关系了 有女朋友了 还会劈腿 就是渣男 渣男不会认为自己是渣男 他只会怪另一半 贬低另一半 想要改变渣男 很困难 想要避免被劈腿 最好的方法 就是不要跟渣男交往 刚才我们有聊过 逃避型衣服的特性 但如果你已经跟渣男交往了 那该怎么办呢 真的没有办法吗 其实啊 是有办法的 要先让渣男了解自己很渣 他才会改变 要如何让渣男了解自己的渣呢 就是要耐着性子 不断的沟通 但通常很难 除非你的EQ很好 否则啊 讲没几句话 就吵得天翻地覆了 为什么女生会报复呢 几乎想要毁了男生 为什么旗下女艺人 知道男生有了女朋友 还会继续当小三呢 其实啊 也可以用依附关系来看 就不会觉得奇怪了 园长的广播时间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